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今天大年初二回娘家的日子 难来北往也要注意防疫 来关心疫情 高雄确诊人数 今天是再新增8人 这个感染源不明的 新北市国庄生 现在他的母亲也确诊了 一家三口通通染疫 不过呢 他的父亲并没有打疫苗 而且在日常管理期间 还逛百货公司 吃大餐遭到开罚 另外呢 高雄港链是新增了六个人 其中五人是在解隔 前一天因转阳 都是因为在诊所 接触到了确诊者 因此染疫 傍晚时间连锁美妆店 消毒人员大清销 店员也在胸口比上大叉叉 向顾客表示 今天关门不营业 好可怕 消毒人员在干嘛 民众逛街都皮皮剉 因为高雄二号确诊 在家8人 新北市感染炼 国中生先确诊 现在连妈妈也染疫 其中最危险的还是爸爸 大陆入境后 2月1号确诊 感染源不明 但他1月25号 返家自主健康管理 7天却违规 爬爬爬 搭自祥号到高雄 逛3C资讯广场 吃把费大餐 逛汉城巨蛋百货公司 是否紧急匡列 近百人 好险都阴性 依据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如果违反的话 会依照 传染病房制法第36条 进行处分 另一条高雄港 迄今公益确诊居服员 职场接触8人 传染给80多岁老阿嬷 其他还有5位确诊者 最小年仅5岁女童 全部解隔离前确诊 而交系列大疗幼儿园 则是新增一名男童确诊 总结园内群聚感染 总共10名幼童 因为小朋友一般来讲 幼儿园的小朋友 戴口罩要刮掉 实在是真困难 Omicron攻陷高雄 新北失恋父子CT值下降 代表刚确诊病毒量增加中 母亲CT值观察中 要等病毒精英定序出炉 厘清真正感染源 记得金倩宗 王书宏 高雄到